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课题就是 针灸如何起治疗作用 相信大家对针灸这两个字都不陌生了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我们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针灸到底,针灸的这个历史 这个叫怎么说,历史的这个简史 针灸起源于这个中国 悠久的历史上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然后传说中针灸是源于三皇古地时期 相传复义发明了这个针灸 它就长百药而至九珍 然后据古代的文献呢 《山海经》《内经》啊 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古书 有用这个十千刺破这个臃肿的记载 以及孟子呢在七年 孟子曾经说过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爱 爱就是爱咎的爱的说法 所以根据我们就是我国的意思 就是中国各地所挖去挖出的 这些历史文录考证呢 证明了这个针灸的疗法呢 起源就在实际磁带 当时呢他们呢 人们就发现发生一些某些疼痛 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 然后不自觉的用手按摩啊 垂开啊 甚至用一个尖锐的实际 他这个疼痛的不适的部位的时候呢 觉得呢就这个症状有减轻或者消失 所以最早的证据呢就是这个 呃我们的右上 左上角这个扁实 扁实是最早的一个针灸的产生 这是最早的证据 那接下来呢 接着呢随着古人 他们的智慧 以及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呢 证据呢慢慢的发展成了青铜针啊 铁针啊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不锈钢针 好看完这个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到底什么是针灸呢 针灸就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 所以联合为针灸 是呃是以中医理论指导呢 研究经络输血及次灸方法 按照一定的角度 赤入患者的体内呢 呃运用 连转与提差等的针刺法手法 对人体特定的铺位进行针刺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点点入这个点称为人体输血 点称为血位 所以根据我们针灸学的教材统计啊 人体一共有361个血位 呃针灸治疗具有这个适应症比较广 然后疗效显着 应用方便 经济安全及的等其他的优点 现在我们刚才说了研究经络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经络呢 经络系统啊 大家可以看到经络系统分为经脉 落脉 但是主要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一般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这个12经脉 12经脉里呢 我们有首三阳 首三阴经 首三阳经 竹三阳经 竹三阴经 这个我就故意一一念出了哈 大概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我们一共有6条首经跟6条这个竹竹 来这里我说一下 12经脉的名称呢是有首竹 阴阳 脏腑三个部分分 分组成的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首竹12经脉分成 首六经及首六经 竹六经 凡六丈就是肝心脾肺肾心脑落 即寻形于体内 肢体内侧的经脉 我们就称为硬经 属六腑的就是胃大肠小肠膀胺三胶 即寻形于肢体外侧的经脉为阳经 这个就是走在体内的就是肢体的内侧 我们就叫阴经啦 就在外面的外体外面的就是叫阳经的意思 然后根据阴阳校长变化的规律呢 阴阳分为三阴三阳 三阴为这个太阴 少阴 绝阴 三阳为阳明 太阳 少阳 十二经脉的分布呢 规律呢 就是左右对称的 分布于头面啊 躯干啊 和四肢灌重全身 重灌全身 然后十二经脉及六丈六腹的特定配属关系 外呢 还与相关脏肺肺发生联系 在头身十二经脉还与气循形分布图 分布这个部位组织呢 器官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在临床上呢 辨证分经呢 寻经取血 均以此依据 那通过这个经脉 针灸如何起这个治疗作用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 首先呢 大家看到这个手太阴肺经 就刚才说了嘛 总共有六个手经 六个足经 所以手太阴肺经呢 它是这个 属于这个肺 落大肠 循环于口 然后联络的器官 在喉咙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大症的时候 我们会询问一些患者的一些症状 然后再看我们需要取血在哪 所以有时候有咽喉总痛的人 所以我们会取血与手 这原因就来自这里 就不一定说喉咙痛啊 一定要扎喉咙啊 还是怎么样 所以一般呢 我们就会 取手这个扫上去啊 就从一会儿我会演示给大家看一个图啊 手太阴肺经 这个图呢 就大概给大家讲解一下 每一条经 每一条十二经脉呢 都有它的这个与这各大 这个六脏六腑的联系 所以它能取得 当我们针究的时候 它可以取得联系我们的脏腑 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再看第三个 如扬名未经 鼠位落皮 起于鼻入于上尺 比如说有些人 上牙齦疼痛 或是上的上面的牙齿有疼痛 那我们就会 可能会就会诊断 它就是可能就是 扬名 扬名经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取血 一些扬名经的穴位 扬名穴位呢 它一般是在脚 我们可能会取一些 住三里的穴位 所以有时候 你说你牙齿痛 为什么扎生的时候 被扎在你的脚的原因 这个叫做远处取血 来治疗上面的疾病 再用于下肢的穴位 来自于上脚的疾病 这原因就在这里 好 还有呢 大概可以看一下 肝筋 竹爵肝筋 手肝 弱胆 胛胃 猪肺 你看这个肝筋 它联系的脏腑呢 不只是一个肝的问题 还有这个胃 还有肺 都可以联系到这些肝筋 就是它的寻经路线 我们的 我们的经脉在寻走的时候 有经过这一些 我们的这个脏腑 所以它就 这个这条经脉的血位呢 可以 可以 就是治疗这些 这些 就是比如说 可能有肺的问题 或者是胃的问题 你可能会用到这个 肝的血位 好 那就大概 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给大家 看一个 其中一个 这十二经脉 选行图啊 举列 手探肺筋 手探肺筋 寻走于手臂内侧 手臂内侧 一条很重要的静脉 属于肺脏 本经呢 就一共有十一个穴 左右两侧 就二十二个穴 就左手右手 加起来嘛 刚才说了 是对称的 所以两穴呢 在胸上部 九穴分部为上肢 掌面 饶侧 手穴 中腹 就是在这里 在胸口 这里 所以起云 这个穴位 手探肺筋 起于中腹 墨穴 为穴 就这个穴 穴位 穴 是最后一个 这个手探肺筋的 这个最后一个穴位 然后本 本疏穴的组织呢 呼吸系统疾病 及 这条经脉 就是整条经脉 所经过的一些 部位的病症 比如说这个 这个穴 穴 刚才有说了 这个手探肺筋 它可以治疗这个 咽喉肿痛 就刚出起的一些症状 它就会解决这个咽喉 疼痛的 这个 症状 可能会 它不是可能 就是刚刚出起的时候 感觉好像有一点 喉咙 这个穴位 对于咽喉 是很有疗效的 接下来再讲 再说一个举例 就是 毒阳命味精 毒阳命味精呢 简称为 味精 分布在身体的正面 从颜部下面 就这个 层七穴 一直往下走 一直到脚的 立对穴 就是脚趾这里 立对穴 贯穿全身 本经呢 一共有45个穴 左右呢 两侧呢 共有90个穴 和 和天九之极 其中15穴呢 分布于下肢的前面外侧 30个穴呢 在这个腹部 胸部和头面部 未经有两条主线 和四条分线 在人体经络当中呢 分支为 最多一条的经络 手穴呢 就是这个 眼部这里的 层七穴 墨穴就是这个 立对穴 在这脚趾这里 组织呢 肠胃等 消化系统的疾病 神经系统 呼吸 系统 循环系统 某些病症的一些 咽喉 铜面 口牙 鼻等 器官的病症 以及 本经就是这条经脉 所经过的一些部位的病症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说完整个 十二条经脉 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 针灸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呢 是因为我们人体 最基本的 都有十二条经脉 再加上我们的 肚脉 润脉 其他的奇经发脉 加起来 其实有很多条经脉 但是所要 继续常用的 十二条经脉 是最基本的 从这个 十二条经脉里面呢 都可以 通过这些穴位 联络我们的 六脏六腑 来解决我们 疾病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经脉呢 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 经脉第一个 它就是联系脏腑 沟通内外 在古书啊 就是林书海伦指出 这个肚舌二经脉者 内属于脏腑 外落于 节肢 这怎么说呢 就是经脉的联络 沟通作用 还反映了 在经脉具体传导功能 就是它有传导的作用 体表 感受病邪 或受各种刺激的时候 可传导于脏腑 脏腑的身体功能失常 以反映于体表 就比如说 你身体有一些症状出现了 比如有的时候 可能会头痛啊 头晕啊 它会表现在外面 让你知道 可能某些脏腑出现症状了 所以内外沟通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第二个呢 运行气血营养群生 林书本帐指出呢 经脉者 所以行血气而迎阴阳 乳筋骨立关节也 这说明呢 气血是人体活动的物质基础 全身这个各组织器官呢 得到这个气血的温氧 如氧才能完成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 所以经脑的作用 其中一个就是运行气血 营养全身 第三个呢 就是这些抗欲病血 保卫这个机体 从古书说呢 这个古书 树问古书说呢 就 夫克血于行也 先 地先舍皮毛 留而不去 入舍于顺脉 留而不去 入舍而落脉 留而不去 入舍于静脉 内连股脏 善于这个肠胃 这说明就是我们人体 要是有外邪轻患 我们人体的时候呢 一般呢 是有脚 疾力 就是可能脚的话 就是一般我们 受到一些风寒啊 可能我们就会开始 有些不舒服 可能会稍微一些 发热 发热度脚皮 我们会发现 皮肤热热的 就是从脚先开始 然后慢慢的 如果是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呢 就会从脚入力 就先从皮毛开始 然后如果胃气充胜 于弱脉 弱脉充不为全身 密布于皮表 当外邪侵犯机体的时候呢 胃气 它首先就会抵抗 你的这个病毒 如果你的 胃气充胜的话 那么在第一层的时候 就是从外的时候呢 可能就把这个病邪 去挡了 就没有那么容易 就 你就不受这个外邪侵犯 如果你的这个 这个 抗 抗 抗 病邪的能力 就是我们 就是所说的 这个抵抗能力 我们的免疫 强重的话 就会抵抗这个外邪 然后就不受这个 病邪的侵犯 所以它是有这个 作为这个保护 机体的贫障作用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针灸疗法的意义 第一个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是取于 新石器时代 针刺 针刺 针就是刺 针刺的意思 然后呢 它是怎么依据的呢 它是依据 虚则 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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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之的辩证原则 竞争后呢 通过虎蟹 平虎 平虎 虎等手法 配合运用 以取得这个人体的 本身的调解反应 就是当我们 你来看诊的时候 医生都会 通常会问你一些症状啊 然后来症状啊 把脉 看神像啊 来诊断 你到底是 需要乳呢 还是需要泄火呢 这个都 这个都由 这个中医师来 自己去 诊断 判断 你是需要 运用哪些方法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这个 灸 就是 哀咎之以点燃 爱注或爱调熏 这个烧熏 这个穴位 将热力透入肌肤 以温通气血 这个哀咎啊 等会我再详细说一下 它的功用 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针灸呢 它是通过这个针刺 就是表体的经络 穴位 刚才说了 因为我们人体 有12条经脉 最基本的 通过呢 这些经络的穴位 以疏痛 这个经络 调解人体脏肤 气血功能 从而达到呢 疾病 治疗这个疾病 以及这个浮症 去血 或者是作为一个 保健的目的 那 临床 针灸 临床上通常 根据这个 脉蜘蛻型 和组织特点 进行这个 蜘蛻型取血 就刚才我说了 医师一般会 根据你的症状 来 取决于 要用哪些穴位 要不用补法 还是泄法 还是用IQ 所以由这个 中医师来决定 那我们在中医里面呢 通常我们 需要 记这些穴位的时候 会有一些割绝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对不起 这个四种割血 大家看到这个 渡腹三里流 要被尾中 求头向 寻猎雀 这些猎雀 这要尾中 面口 赫骨收 赫骨 这些都是穴位 就是渡腹 渡腹的意思 有肚子的问题 我们都取 渡三里的穴位 腰疼 背疼 我们一般会 一定要用的穴位 就是尾中 头向寻猎雀 有头向的问题 一般会用 猎雀的穴位 面口赫骨收 就赫骨嘛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穴位 养生穴 一般都会 这些一些隔绝 给大家看一下 那针钮的方法 有很多 就是针色法 电针法 针法 电针法 就一般 就是有一个电器 就夹着你的电针 夹着你的针 刺激 那个针 强刺激他 这个叫电针法 然后再来就是 针灸的手法 分别有基本手法 基本的补械手法 平补 平械法 这些可能你们不太懂 这些 每个中医师都知道 所以你去到 中医诊所的时候 做针灸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跟你行针 这些就是他的手法 那时候行针的时候 你会感觉 有点酸酸麻麻 上脏 甚至有些疼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的穴位的一些反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针刺的作用是什么 第一个呢 疏通经络 第二个就是调和阴阳 第三个就是乎症去血 疏通经络 是可使这个预阻的经络通畅 发挥正常的作用 针灸最基本是 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的治疗作用 经络呢 内属于脏腑 外属于肢 外落于肢结 所以 运行气血是主要的身体功能之一 所以经络不通 气血运行就受苦 就当你经络不通的时候 可能就会表现一些 疼痛啊 麻木啊 腫脏啊 或是一些预斑等症状 预斑一般是有 预血停滞在那边 所以他就产生这个预斑 所以选用这个针灸来 运用这个针灸来选择 这相应的输血 来做这个针刺的手法 来达到这个经络通畅 气血运行正常的效果 第二这个调和阴阳呢 因为我们人体 肌体是有这个阴阳的 所以当你的阴阳失衡的时候呢 他就会起到 就可能会有一些错乱发生 可能就 你们觉得会发热啊 突然感觉热啊 突然感觉冷啊 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阴阳失衡 这个未必啊 这个必须得一整段的才知道 但是针灸的这个疗效呢 是可以调解我们的阴阳 达到呢 这个治疗的目的 然后疾病发生的时候呢 它是很复杂的 但总体呢 我们可以归纳 这个阴阳失衡 可以以这个针灸来 通过经络的阴阳属性 因为我们的穴位也有分阴 也有分阴 就刚才我说的 守太阴肺经 这属阴阴嘛 竹阳阴肺经 这属阳的穴位 所以是有阴阳穴 所以在选择穴位的时候 也可以了解我们的阴阳 第三个不正气血 就刚才之前有提过了 就是可以达到呢 这个提高你自己的穴医力 就是简称了 可以幅度 我们正常来说就是 可幅度机体正气 以及驱除这个病邪 或者是 刚刚受到这个病邪侵入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病邪给去除掉 所以在这个实质上呢 在疾病发生发展 及转归的过程中呢 实质上是 正邪相争的过程 所以针灸致病是可以 发挥到不正气血的作用 好 再来我们看 刚才我说的这个灸法 爱灸 爱灸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个 温经善寒 浮阳不托 消于善解 第四防病保健 在树问古书呢 记载 写着 上寒生满病 其至于 灸锐 这可见呢 灸法是具有温经善寒的功能 所以在临床上呢 一般用于 这个寒凝血字 经络壁肚 所引起的一些事 寒失 臂痛啊 痛经啊 臂经啊 胃丸痛 甚至是臭臭 都可以用上这个灸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浮阳不托 这扁血新书里面记载啊 就是 真气虚者 人病 真气虚者 则 人使 保命之法 虚爱 第一 这说明 爱酒 它可以 就是治疗一些 就是 阳气下限啊 中气不足啊 饮尿啊 脱缸啊 阴挺啊 崩漏啊 代下 或是酒屑 这些疾病 这里所 点确这里所说的 这一句话呢 就是 当人在危病的时候 可以用 这个 爱酒 爱酒 来 就是让他 恢复正气 但是这个 也得看他的情况 就是 所以说明 这个 这个爱酒呢 是对于一些 比较 重病的人 可能可以提升 他的正气 来帮助 达到呢 那个 不正 去血的作用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三 消于善解 这个古书 林书说到 脉中之血 灵而流止 福 之 火 条 不能去也 福之火条 就是爱酒 因为是用火嘛 所以就叫火条 不能去也 就可以去除这个 就是 比如说 可能有血欲啊 那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他能善解 就是能使气急通畅 胃营调和 不 淤 结 至善 临床呢 一般用于七次血 一次去血 一次是疾病 比如这个乳腰啊 乳利啊 阴瘤啊 它都可以达到 被消于善解的作用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防病保健 人无病时 长久万年气寒 一门中晚 虽未得 虽未得 虽未得产生 虽然不能产生不老 但是 却能整个百年 瘦也 这证明了 它有这个保健的作用 好 那针灸呢 到底呢 要多久扎一次呢 一般呢 可以 其实针灸呢 它是无害的 可以天天扎 但是我比较鼓励 就是不要天天 就是可以 一周六次 一天一次 或者是隔天一次 保健的可以一周一次 具体呢 必须得根据 你的病情而定 积极配合 中医师建议的 要怎么 一个就是一个疗法 比如说 中风的患者 那可能就是 必须一周六天 一天一次 因为中风患者呢 是必须 在黄金时期里面 就是黄金三个月里面呢 做这个针灸 才会 就是复原 康复的机会 会 会很大 就一般 疗效对于 这针灸 对于这个 中风患者呢 疗效特别好 但是必须 一周六天 或者是隔天一次 这是最基本的 才能达到 它最好的效果 然后或者是 可能有些 眼睛的疾病啊 可能需要 可能七天 一个疗程 就是连续 达七天 或者是十天 一个疗程 这个必须得根据 你的中医师 给你的建议 然后你就 听从他的建议 不治疗 那什么情况下呢 不能做这个针灸呢 那一般就是 你要针灸的地方呢 就是皮肤局部啊 可能那些穴位 你有感染啊 或者是有溃疡啊 有破损啊 有半痕 有阻瘤的 都不能进行这个针灸 第二个呢 就是孕妇 高龄产度 或者是有这个 习惯性流产者 要很谨慎的 进行针灸 因为人类的这个腹部 腰体这些穴位啊 禁用针灸的喝拔罐 因为有很多穴位 带有这个活血痛经的作用 所以孕妇 产妇很容易引起这个流产 所以孕妇 其实这个习惯性流产者呢 尽量就 全部做针灸 然后妇女呢 在月经期呢 如果不是为了调禁 比如说你有痛经啊 像你想嚼一下痛经 缓解一下你的痛经 那是可以做一个 做一做针灸 如果不是的话 尽量就不要 或者是经过中医师的同意 他可能知道一些穴位 比如说我们一般月经期呢 如果真的是要做针灸 我们就不增 腹部的穴位 就增一些 就是远处取穴啦 就是手啊脚啊 都可以 然后呢 患有这个凝血 功能障碍的人呢 也不可以 比如说有这个 血糖非常高的人 就可能十多点 然后凝血功能 出现障碍的人呢 不宜做这个针灸 因为针灸 有时候会有 稍微有一点出血 出针的时候 起针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出血 所以呢 如果凝血功能有问题呢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 凝血 流血不止的状态 对于一些糖尿病 比较高的 可能十几点的 比较严重的 可能就不建议 那如果是轻微的 就一般上都可以 比如放血呢 就更不鼓励啦 如对于这个 那个高血糖的人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过度饱服 精神高度紧张 过度劳累 或者处于 严重饥饿的状态 一般呢 针灸的时候 我们会问患者 吃饱了吗 我们不要有 这个饥饿的状态 这个饥饿的状态下 竞争 就是因为 如果你是吃过饱 或者是精神过度紧张 或是你太饿的话 在竞争以后呢 可能你会出现一些 运症的状态 就是可能你会有 玄影的 这时候 就不离于 本身 所以我们一般会询问 吃饱了吗 还是有没有吃过饱啊 这些状态 就不可以 作为这个 针刺的 这个不能进行 这个针灸 所以大家 如果要去 做这个针灸的时候呢 最好是可以吃点东西 那但是也不要 吃过饱 然后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有些人可能 怕针嘛 怕针的时候尽量 放松自己 然后等到呢 身体会复过来的时候呢 才进行这个治疗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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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